领着近零度的寒风细雨 南韩球迷就为了这一刻 全场瞬间沸腾 终于等到南韩这次 士卒第一颗进球开张 对加纳一战 在下半场第58分钟 南韩背号9号的前锋曹归成 在门前接应 一记头锤破门点进这一分 球迷们还点起了火红烟雾大肆庆祝 结果一球都还没嗨完 曹归成又来了 同样用头锤对决加纳门将 168秒内连两次头锤拿两分 一举把比分追平 球迷嗨到快要把场子给拆了 也让曹归成直接变成南韩英雄 不过这样的气势 维持不到10分钟 加纳又再进一球3比2领先 最后20分钟南韩发动 各种攻势都没能力转 吞下败仗 球迷很惋惜而且最后还爆发这个争议 主审的鼻子大骂 孙心明李刚仁等球员也包围主审抗议 最后南韩总教练吞下一张红牌 这代表下一场对葡萄牙的比赛 班托不能够在场边坐镇 尽管比赛结果不完美 但是这一场独拿两分的曹归成 已经成为了南韩全民男神 身高188 目前效力于南韩K联赛 全北现代汽车队 还是上一季的金薛奖得主 世足手灯板表现亮眼 人气爆棚 IG粉丝从2万爆增到破百万 俨然是南韩新一代的足球金童 而就在另一场葡萄牙 对乌拉圭的比赛 一人单场没开两度 那就是Bruno Fernandez 先是在第53分钟船中破门 接着在商庭捕时 又凑到了12码罚球右近 一个人包办两分 也把葡萄牙送进16强 葡萄牙这一次是为四年前的 士足输给乌拉圭复仇成功 但是晋级之后 可能会对上强敌巴西 三八军团 面对摆出铁桶阵的瑞士十字军 中场卡赛米罗是杀出了一条血路 第83分钟才破门 就是这一球为巴西抢下晋级资格 球迷松了一口气 目前法国巴西葡萄牙 赌定进16强 其他被看好能晋级的包含 英格兰荷兰西班牙 预估几率都在九成以上 阿根廷预估是70%到79的几率 德国坦克今年表现不佳 预估的几率只有33% 日本约31% 南韩更低了只有11% 而且南韩下一场要对上的是葡萄牙 要获胜机会更加渺茫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